圖面外框的应用 我们启动Photocab 接着来点选左上角载入纽 这时候请同学点选红贺.jpg 在一道OK的地方点选一下 来我们来看一下 加外框的功能点选一下 那加外框呢 比如说我们接着我们来点选哪一个 这一个 这同学可以自己选择自己想要的地方 那点完以后再来选OK 那照片很单纯的照片 就加上一个很棒的外框效果 那我们后围一下看一下哦 我们在编辑的时候复原 对不对 我们再选加外框 那这边还有什么 遮罩的外框 我们可以点选 就像这样 遮罩的外框 那这个都可以选 那上面这几个资料夹 是因为装素材包才出现的 这边要提醒同学 也就是素材包 那素材包要不要装很多 其实也不建议同学装太多啦 装太多容量会很大哦 那这个再请同学试试看 好 比如说我们现在再来点选OK 当然我们刚刚如果说你想换别的 记得要复原 再来加另外一个 也可以按键盘的Ctrl Z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